這個特別說 制定函數一定是插入函數 從這邊執行喔 它不是從那個跟SYB不一樣 SYB是按上面的執行嘛 這邊是從插入函數裡面找到使用者定義 從這邊去執行它 然後給它一個資料 它幫我把裡面有沒有刮鬍 有刮鬍呢 它就幫我把刮鬍切放到這邊 放 其實就返還給我 如果沒有就給我空的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就OK 但是問題是要怎麼做 有點難度喔 那首先的話呢 當然我們如果根據 前面做過的那個Function的話 我先把這個Function刪掉 反正做出來就長這樣子 那我把它怎麼樣 先刪除好了 不過我先 有些東西我先留一下 因為這個等一下可以不用打那個那麼多指 刪掉 它 OK 那我們從沒有變成有 該怎麼做 OK 首先的話如果你要自訂這個函數的話 那個流程應該知道吧 那特別注意喔 自訂函數它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一定要你什麼給它資料 對不對 然後呢給它給我資料 我把它給我的資料做裡面的剖析 看看有沒有刮鬍 有刮鬍就幫它把那裡面的東西丟回去 丟給誰呢 丟給自己本身 然後它再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我們怎麼做 一 插入什麼呢 程序 名稱的話也許叫刮鬍製專函數 但是不要是Subbar 一定是Function OK 這一定要改 按確定 這樣的話它會幫我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Public的Function 然後名稱叫做刮鬍製專函數 一定會EndFunction 當然這邊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不自己 你不用插入程序也可以喔 自己打也OK 只是怕你們打錯而已 然後再來的話呢 所以有些做法喔 那個流程主要是避免打錯程式 所以盡量它如果有提供自動產生 你就用自動產生 為什麼 因為自動產生絕對不會錯 但是如果你用自己打的就很容易錯 很奇怪 哪怕是沒有幾個字 同學一打一起就錯了 不如你就乾脆用它給你的就好了 所以我有時候會提示你們用點 點用選 點用選 保證不會錯 OK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喔 真的就是要想辦法避免錯誤 那如果你避免錯誤的話 程式就比較不容易發生一些 不可預期的這種狀況 那你寫起來就會很流暢 OK 所以喔 目前你們應該最好的方案就是 如果你要寫對不對 你怕寫錯喔 你乾脆拿 比如說這一段程式有沒有 直接貼上去改 填空題刪掉 重新再加新的上去 對不對 保證不會錯 所以之前有同學蠻多都用這一招 剛開始寫不熟 拿我們寫過的程式貼上去改 你要發現這一招很好 因為真的比較不容易錯 慢慢他已經改熟了之後 他再自己寫 發現他比較有能力了 階段性的啦 也是一個方法 那 Function部分的話 就是一 先插入名 第二個的話就是 要跟使用者要有一個資料 要什麼呢 直接就關入裡面跟他講說 你給我一個資料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就直接輸入一個資料 好 跳出來 那個視窗上面呢 就是資料 好 他就會選一個 趙大鵬 那趙大鵬過來之後的話 那我要怎麼做呢 特別趣喔 其實我們偷懶一下 你可以拿這兩個來參考 這兩個 不過他好像縮盤 按Shift加Tap好了 讓他往前一點 也就是說 A等於什麼呢 INFREE 什麼呢 幫我去A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那個前刮弧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邊是去儲存格裡面找 是SUB 但是呢 在Function裡面 因為他已經給你資料了 所以你就不用SalesA 你就怎樣 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資料就好 意思就是說呢 去這個他給你的資料裡面找找 有沒有前刮弧 有沒有後刮弧 那如果有的話呢 那做什麼 其實都跟剛剛一樣 就是這個東西 也可以把它複製下來 那不過他因為縮排 太前面 按Shift加Tap Shift按住加Tap 剛好反方向 Tap是向右縮排嘛 如果你反向就是 Shift按住加Tap 就是等於一個叫什麼 一個是縮排 一個叫凸排 還是什麼的 反正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一樣 如果這個A裡面的詞 假如不等於0 那我就做切割 幫它切割完過來 那特別注意 反還給誰 記得是反還給自己本身 所以呢 SalesB 記得這個要改什麼 改成這個名稱 把它貼上 蓋過 然後一樣喔 如果是SalesA的話 那就用資料去更改 因為這個東西是使用者給我們的 這樣貼上 這樣OK 誒 程式寫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其實我剛剛呢 如果前面的SalesB寫完之後 要把它改Function的話 其實只要把這個程式 回圈以內的東西 搬過來 那把這個變成資料 把這個變成它自己的名稱 就OK了 概念大概就這樣啦 主要原因是因為SalesB 是自己去上面抓資料 自己再把資料丟到那個位置 它就不用問你 反正它就自己去抓 自己丟 那Function是 它會給你東西 你再把它丟到 你將來儲存格放的位置 那也就這個東西 會丟到儲存格的這個位置 好 那這樣應該就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插入函數 有沒有使用者 有吧 然後有沒有這個 有OK 然後資料有沒有 瓜糊裡面的名稱 就放在這裡 給它一個東西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結果OK了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沒有瓜糊變0耶 為什麼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呢 這邊有個邏輯判斷 如果它不等於0 就切割 可是它如果等於0的話呢 那我就沒有給它任何東西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有兩種解法 一個是說 我乾脆 直接就在第一行的地方 跟它講說 那個 這個瓜糊自串 這個 函數它 預設值 預設要返還的值 是沒有東西 因為 特別注意喔 它裡面的預設值 如果你完全都沒有給它東西 它裡面會是0 OK 那如果它都沒有 存取到它的話 那它裡面永遠都0 那出來就變這樣 所以兩個解法 第一個解法是 乾脆你在第一行 直接跟它講說 你的預設值就是自串 不是0 你就先 裡面就幫我放一個 空的自串 那 如果我沒有丟任何東西給你的話 它就會 變成什麼 我幫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它就變成 預設值就會 是空的 這個是第一種解法 這邊又加一行這個 也就是它預設值是0 那第二種解法 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邏輯裡面多加一個 一幅 特別注意喔 如果一重邏輯是長這樣 如果兩重 兩重指的是說 如果 這個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比如說 A不等於0的話 它執行這一行 那這個叫反之 反之就是 它 怎麼樣 這個是不等於0 這個就等於0 那等於0就是 你可以把這邊 放在這裡也可以 這個是多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就是反之 執行這一個 這樣的話呢 結果會不會對 結果應該也是對 也是一模一樣 好 兩種解法 我記得好像我在講義裡面是寫 第二種啦 當然 我是建議你們先用第二種 為什麼 因為之後我們會教邏輯的時候 剛好你也會比較能夠清楚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其實這個方選 也就可以直接 如果你剛剛sub有寫出來的話 那方選應該就不是太大問題 邏輯上面蠻多一樣 只是說差別是 sub 是自己去 那個 工作表 自己抓哪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自己處理完自己丟 它有點像 完全都不會問我問你問題 自己就做完了 就是自己 悶 就是傻傻的就把它做完 那方選不一樣 方選是 欸 你給我資料 那我做完之後 我再丟回去 給 現在 游標放的位置 所以有一點互動的那個味道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自訂函數部分 嗯 嗯 谢谢大家